我是高嘉良 那是G01臨時政府的發起人之一 那非常感謝陳老師 有這個機會邀請我們來到 資料科學愛好者年會 來辦黑客松 那其實我們黑客松 你看到螢幕上寫的是第15次 但其實是第16次 因為我們是從零開始算資料 那這其實這麼多次 其實都是很靠陳老師幫忙 就是我們平常是在資訊所這邊的場地 那一年一度,去年也是在 資料科學愛好者年會的時候 在這個場地,然後就是連續兩天的黑客松 那這一次還有一個更不一樣的是呢 大家知道這個活動從去年的兩天 變成四天嗎? 那陳老師就說,欸,你可不可以來弄一個 什麼協力活動啊 所以這一次呢,其實我們除了 黑客松之外呢,也同時還舉辦了 這個資料新聞的實戰營 那這個實戰營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其實是啊,是在非洲發起的一個專案 就是他們希望把新科技 不只是帶到政府或是民間 而是帶到媒體裡面 然後讓這些媒體能夠用data說故事 然後用新的科技做新的報導 那所以這個 這個是從Code for Africa 這個組織發起的 那它和World Bank 就是世界銀行集團合作 做這樣子的一個data literacy 在journalism裡面的這樣的一個推廣 那去年我就應邀到這個新加坡 參加他們的那邊的book cam當講師 那今年剛好 陳老師有這個機會 我就說,欸,那不然我們在台灣也辦一個好了 那所以我們就也很高興的能夠跟 所以我們跟World Bank還有ICFJ 就是國際記者協會 還有這個Code for Africa 共同的就辦了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們邀請到了這個活動的發起的人 Justin 他是Code for Africa的創辦人 那也來到台灣告訴大家說 全世界這個新聞跟資料的發展 然後還有NPR 美國國家廣播電台的 負責Visual的這個team的director 然後他也來到這邊告訴大家 新的新聞室裡面真的在做data journalism的人是怎麼做的 那所以在禮拜五的活動 其實有蠻多的分享的 那所以待會呢 我們今天這個session 是要報告這兩天 GNV的黑客松的成果 那會用一個閃電秀的形式 那GNV黑客松基本上我們是希望 有很多很多不同專長的人 那各位可能是在不同不同領域 對資料都很有感覺 很喜歡用資料來說故事的人 那都非常非常歡迎你在哪去 你可以看到我們有非常精美的貼紙 應該現在還在那個R1的外面的桌上 所以離開的時候 如果想要這些貼紙 都可以到那邊去 那所以我們有很多的 很多新朋友 然後也有一次在這個黑客松裡面 就擔任大使介紹說 這個活動怎麼run的 這樣子的人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過去到現在 16次的黑客松 已經有蠻多的產出 那總之 如果你喜歡我們做的事情呢 可以到這個網址 就是大松系列活動捐贈相有錢 那這一次的這個 就是這個資料新聞的實戰營呢 是在台灣這邊是有開放文化基金會 那我也是董事之一來負責 Local的這邊的籌備 那這個開放文化基金會 做了蠻多跟國際交流的事情 包括這一次和世界銀行集團合作 之前有和像是英國的辦事處 然後法國在台協會跟美國在台協會 就合作辦一些關於data 關於open governance 這樣相關的活動 那如果你喜歡這樣子的東西 更多發生在台灣的話 也歡迎你捐款 好 那總之在我們開始報告之前 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禮拜四 我們有一個座談會是 巴黎市副市長的主任 和台北市資訊局的局長 他也是這一次的speaker 那他們會來分享說 他們怎麼做open data 然後包括台北市這一次 在災害之後 很快釋出data和社群合作的這些經驗 好 那很快我就把時間交給今天的 各個專案想要發表的朋友 那第一位發表 他其實今天因為太累了 沒有辦法來黑客松 他是用遠端的方式來發表 他已經錄好贏了 好 那那個 這個lightning tour的規則是這樣子 每一個人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那時間過了兩分鐘之後呢 你會聽到一個這個聲音 好 那如果時間到了之後呢 你就會聽到另外一個聲音 一樣的聲音 然後我們就把你的這個拔掉 那就要看下一位 時間非常非常的精湊 好 那我們就由這一位開始 他已經錄好 所以三分鐘整 這個就不用計時了 那為什麼會做這個呢 其實是因為 會看蘋果日報那 有很多很 慌怪陸禮的現象在留言 我讓他重來好了 OK 其實我今天做的其實是一個 蘋果日報的留言的分析 那為什麼會做這個呢 其實是因為都會看蘋果日報 那有很多很慌怪陸禮的現象在留言裡面 所以我就想要說 藉著去下載 分析蘋果日報的這些留言 那看可不可以找出一些 有趣的事情來分析 那其實我也不是一個資料分析的專家 所以我也希望這一份資料可以給大家 之後可不可以利用這一份資料來做更多的分析 好 那我開始介紹 就是首先呢 我先在蘋果日報的RSS 去抓最新的所有的RSS的文章的例子 這個網址基本上 你只要把正規畫後這個網址 然後位到Facebook的Flappy API 就可以拿蘋果日報的留言 那所以說我有很多的決勝檔 那每一個決勝檔都代表一篇文章 那一篇文章裡面有多少留言 就會存放在這個決勝檔 這個決勝檔大概長得像是這個樣子 那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它的comment 就是它有所有的comment全部都在這邊 那像重複留言的其實就很簡單 就把所有的留言都 就是留言有重複的全部都抓出來之後 然後再把它傳成bubdown的格式 那這個東西是怎麼運作呢 那你打npm start 就會開始把那些留言抓下來 那假如說你設定好的時候 你可以用npm run publish 它除了會去抓所有的留言以外 它還會把這些留言去push到特定的地方 但是這個需要設定正確的環境變速之後 才可以有正確的執行 那我分析下來的時候 其實這兩天其實最多大概就是Facebook的事情 那還有以等會的言論最近也還蠻多的 就是有相關的意見 分析之後呢它會被儲存到我原本這個reposter 裡面的github pages的這一個branch裡面 那我現在做三個簡單的分析報告 那第一個就是我最想知道的就是說 就是comment裡面就是重複一模一樣貼文的到底是誰 那你可以看一下其實第一個就是廣告 那我朋友也建議我說我可以分析最長的留言 因為如果你把最長的留言排序出來之後 可以透過一些演算法 然後找出所有的留言裡面最相似的 那我還沒有這麼做 所以我先把留言長度最長的全部都找出來 那你可以看到像這一位使用者 其實他研究了非常多的留言 我現在還沒有把它schedule的去跑這個screening 那我希望我可以找一台機器放在上面 那就可以一直持續不停的更新 然後可以把蘋果日報上面所有的留言都會整齊 放在裡面那 之後大家可以利用這份數據再去做核外的分析 OK 那這大概就是我的報告 那我的網址在這裡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上去看看 謝謝小豬 那下一位是Ronnie 那你可以發現我在GINV裡面 謝謝小豬